为了给学童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新竹市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新校园运动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投入约48亿新设两校 并整建34栋校舍 这次临近市区的农村小校水源国校 也在4月28号举行新建活动中心动土典礼 经过先整体的校园规划 然后先做了安全补偿之后 我们在旧有的游戏场 会盖一座多功能活动中心 那整个我们利用抬高的设计 不仅引进好的照明 以及好的自然通风 那接下来当然是 我们会得到两倍的一个活动面积 有半户外的空间 也有全市内的一个空间 其实最主要是 以后的教学活动可以正常进行 不受天后影响 还有我们水源国小 其实在国粤比赛当中 旅货夹击是我们所有全国国粤比赛当中 不可或全甚至不能轻视的对手 那以后有更好的练习环境 我们相信水源国小 会秉持最棒的田野教育 音乐教育 艺术教育 这样的一个理念 让我们水源的孩子跟社区 都拥有最幸福的教学环境 水源国小自民国66年创校以来 没有大型风雨活动空间 因此集会及各项体育活动 常常受到限制 还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成功争取经费 才能新建这栋两层楼高的 多功能活动中心 其实这个活动中心 它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 底下是一个高角楼的 办室外的一个设计 是有一个穿透性 可以作为遮风避雨的 一个类似风雨球场的功能 那二楼呢 它是一个舞台区 加上两面的雨球场 可以在演出的时候 雨球场就变成观众席 然后我们可以摆上椅子 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家长 来宾做欣赏我们音乐会之用 系数当年的办学不易 水源国小前校长范秀南 今天到场也别有感触 他表示能够亲眼 建政学校的再生 真的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水源自从民国66年成立 一直到现在 今天真的是刮目而看 刮目相看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尤其近来近年 我们市长 包含副市长 市政府的努力 各位地方人士的努力 变成这样的环境 真是我非常非常感到 非常意外 今天又来一个新的社区 新的那个活动中心的动工 真是我也想象不到 在这个地方呢 从过去的一个地方 变成这样的小孩子 一个娱乐的学习环境 期盼44年在有了活动中心后 孩子们将可以不用再忍受下雨天 没有遮风避雨上课环境的窘境 而学校引以为傲的国乐团 及各项艺术表演 也将拥有更棒更舒适的展演空间 凯破新竹剪书期采访报导